本屆奥运会吸引全球各地的民众到巴黎观赛 带动了当地的经济活动 乒乓球赛馆附近一家中餐厅 就成为了中国球迷首选的用餐地点 他们一边用餐一边观看中国队的比赛 相当热闹 我们这边就是离掌馆比较近 离掌馆比较近 所以那些印度年啊 那些都是在我这边吃 然后还有球迷啊 特别是中国球迷啊 过来都在这边吃 所以我见到他们我就很开心 他们都过来我这边吃饭 说明我们的餐馆还是被认可的 然后就是我们也给大家合影啊 牵制留恋啊 他们也都帮我们牵制留恋 就这样子 就说好吃 然后下次还要过来吃 50岁的中国籍餐厅业者 原以为奥运期间生意会比较平淡 没想到却比平时还要繁忙 不只是各国的支持者 就连香港乒乓选手黄振廷和杜凯勤 中国选手孙颖沙和他的教练等 多名运动员都上门光顾 业者还特地购买了98寸电视机 安装在餐厅内 播放中国队的各种比赛 让中国支持者一起为国家队加油 感谢观看 我吃了一碗 我吃了一碗